放了半個風袋 它一吹氣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 希芬可以把手拿進去 給大家看看 其實那個真的是一個風袋 它整個手都可以放進去 所以如果它半空中的時候 風能進去 它就製造了一個風袋 一進去 撐開了 撐開了 即是可以 但我也看到你這麼複雜的疑問 如果玩這些風真的簡單一點 撕了三條骨已經摺起來了 你這個好像很複雜 好像玩完降落散 很複雜 是否收的時候也很複雜 收的時候不複雜,可以摺衣服 真的、假的 你平時有摺開被子就懂得摺 是,你儘管現場試試摺被子給我看 我現在當我玩完了 但這是一個魷魚 這是八爪魚 我們叫它章魚 其實也不知道叫它什麼名字 章魚… 這樣摺 其實它是沒有骨 它只是一塊布 是 所以你只會摺衣服、摺被子 是 收起來嗎 收起來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可以放在地上 可以慢慢摺 摺分漂亮一點 我們現在要示範一下 這樣摺完一袋 對,摺完一袋 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一隻風箏、一個袋 很方便 看一看橙色 就是這隻,我們玩這隻 沒錯 你每次就帶… 幫你十隻、八隻寶貝 就帶齊去 很方便 因為很輕的這樣就 是… 你看到這個小蝦蝦 我就立即叫它小蝦蝦 因為小蝦蝦 你現在放在旁邊 就是一個平面的 但這個小蝦圖 我看到… 就是一個… 你飛上天之後的造型 我覺得它很可愛 我看到它一定會很開心 跟它揮手 我會… 那這隻東西 跟那隻有甚麼分別? 即是,如果在飛上來的時候 這個就比較複雜 這個? 對 小蝦為甚麼複雜 因為這個… 剛才我看過 章魚是一個半風袋 這樣 但這個是一個全風袋 甚麼叫全風袋 全風袋 就是說… 即是裡面全部都是要沖氣 才可以膨脹 所以我看到這個小蝦蝦 我現在手上的圖 跟現場看到那隻 現場那隻 即是沒有風進去 但原來這隻在半空中 你看到這個小蝦蝦 根本就是入氣 所以它是漲煮的 對 很好面積,很飽滿的樣子 對 因為它吹脹了 即是入風在裡面 它才可以膨脹到 有一個吃風的面 這樣才可以膨脹到 我又有疑問了 即是這個就好像我們 下水灣浮床 先膨脹它嗎 不需要膨脹 又不用膨脹 其實都是用… 同一道理 對,同一道理 用你的線路 拉開了這條線 拉開了這個口 是 當然是要有風先 是啊 有風一扯起它的時候 它就自然會入風 自然有風 就會膨脹到 不用掃風的 這一隻 萬事俱備 就指五東風 與此同時 這個又是另一隻 我看到 因為你在現場 又有另一隻 就是一隻紅色的心形 這個紅色的心形 其實跟這個黃色的 哈哈笑 我就覺得二曲同工 是 因為都是一個立體形狀 都是要入風 都是下面有條尾跟著 那它兩個有甚麼分別呢 沒甚麼分別 除了造型上 結構是一樣的 即是玩法一樣 技巧也一樣 是的 那我想問 其實玩這個半風袋 和全風袋 分別在哪裏 全風袋 比較難一點 因為真的有很大風 在那裏 封在那裏 封在那裏 你才可以扯得起它 那當然 玩的時候 要看風有多大 是 即是沒有風的話 就不用想了 是的 我馬上想到一件事 就是因為 我們多時要看天做人 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玩那件事 風太大 又不是很好玩的 風太小 又不夠風 那其實 怎樣拿捏到 甚麼風 像今天這樣 其實外面很大風 今天是否適宜玩 今天很適宜 今天很適宜 尤其是玩這隻 因為有這麼多風 就玩這隻 反而剛才那些半風袋 就浪費了 也不是的 如果是今天這樣的風 這隻就應該可以 即是玩甚麼都可以 即是不下來 對 今天玩甚麼都可以 即是今天這麼大風 反而很大風 其實是屬於 用一般人的感覺 今天是很大風 天文台那個 也有三環風在吹 那些就最適宜玩 應該是說 那些日子 是的 其實這些 這麼適宜